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最重要的數學工具叫做Laprass Laprass的定義在這邊 使用Laprass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不是所有訊號都是Laprass 有一個訊號 成長的數字太快的話 可能沒有Laprass 在這門課或是在你們工作裡面 你們所學的Laprass叫做 One-Side-Laprass 單邊的Laprass 也就是說 你們所考慮的訊號 如果這是時間 這個是Laprass 這訊號在T小於0的時候 是0 在T大於0的時候 它才有波性 所以你們所考慮的Laprass 我們在公訴 在我們這門課裡面 所考慮的Laprass 叫做One-Side-Laprass 單邊的 那如果說 時間等於 負的時候 這個 仍然也有函數值 這時候所用Laprass 叫做 2-Side-Laprass 所以你們看到 這個積分都從什麼 你積分都從什麼 你積分不見大 有沒有 那個假設 訊號是淡一點的 OK 那雙邊的這些Laprass 在訊號語系統會提到 那在比較深的 這個 控制系統 我們也會用到 這樣子的觀念 可是在我們這門課 大學部的課程 修信控制 我們大部分 只針對當天 好 所以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 就是 Laprass的條件 那 還有什麼呢 還有什麼要注意的呢 就是 什麼 訊號會有Laprass 這個訊號 基本上 它成長的速率 不能 不能 不能比 指數訊號還要快 這訊號不能太胖 太胖 鏡子會裝不下去 還記得 好 那 Laprass 可以把它視為 是 一個 透過 鏡子的 一個映射 這個是 一個 鏡子 鏡子前面呢 是 Laprass 是 鏡子前面呢 是 Laprass 鏡子前面呢 的訊號呢 會 把它放在鏡子前面的話 你就看到 鏡子 你會看到 鏡子的一個 投影 所以 鏡子前面 是一個 Laprass 鏡子後面 是一個 Laprass 它們代表 都是同樣的東西 所以 鏡子前面 如果是一個 波形的話 我們這個 Laprass 是一個 波形 鏡子後面呢 是怎麼樣 被講過 兩個 3D的圖形 對不對 那 Laprass 本身是一個 是代表 它是 函數的函數 它把 函數 印到另外一個 函數 定義於是函數 值欲也是函數 這個 我們在國中高工學的 定義於是 數字 時數 或是像量 值欲是 數字 時數 或是像量 那時候 學著函數 那我們現在學著函數 它的定義於 和值欲 都是函數 它叫做 泛函 那 這函數呢 有什麼特性呢 它是 線性的 它是一個 線性的函數 什麼叫線性函數 線性函數 你把 定義於這邊 放大一個 倍數 再印過來 會等於什麼 它原來的東西呢 再把它放大 鏡子前面做放大 鏡子後面 也會做放大 那這個叫做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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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 線性的特性是說 鏡子前面有F1 那 這個 鏡子前面對應的是大F1 那 鏡子前面如果有F2 對應的是大F2 鏡子後面 那 如果你把鏡子前面兩東西加起來 鏡子後面呢 也會加起來 所以 透過這個 這個 Laplace的轉換 加法是可以被 維持住 還是承法 可以被維持住 那就叫做 線性 那 線性的特性 就會讓 這個函數有 有很多很好的 特性可以去發掘 讓我們在計算上面 到分析上面 都有一些很好的東西 好 那 它有 Inverse Laplace 那這幾個 轉換 要把它背起來 那 這邊列的訊號是 在控制系統 常常會用到的 待會我們再多介紹一個訊號 STEP 對於S分之一 要把它背起來 T的負αT 這個T是從大圓圓開始 因為我們考慮半邊的訊號 所以T小圓圓是等於0的 是S加α分之一 背起來 Sine的話 是S平方加ω米加平方 這只是ω Sine的話 是S除以S平方加ω米加平方 記起來沒有 那 這個工程的東西 就是有 你說 背起來 使用上 就會很闊 好 那 這是它的線性 這個就是它的 一跟二 就代表是它的線性的特性 那 老闆能夠幫我們解 文方程 主要就是利用這個 這個式子 唯分的話 唯分之後 你擺個訊號 唯分 再 丟到鏡子後面 等於什麼 和原來的la plus 乘以S 解釋到70G 那 積分的話 唯分乘以S 積分就怎麼樣 除以S 好 那 這個是第五個 是 時間延遲 時間延遲 這個 六個 這個 這個 叫出 出質定乙 以上 Various theorem 你要求一個 訊號的出質 在食欲上面的出質 在 在タイ朗面 它的起始值 你可以從 S 枕面來求 怎麼做 在鏡子後面的初始會變成S的終值 要看 T 等於零的行為 要把 S 趨勁無限大 所以這兩個世界 前跟鏡子後的世界有種 左右顛倒上下相反這種感覺 就看鏡子一樣 可以嗎 要看 T 等於零的行為 在鏡子後面是要讓 S 等於零無限大 可是這裡要乘以下 S S 乘以 F 等於零 再讓 S 趨勁無限大 那終值呢 如果要再看鏡子前面 T 等於零無限大 也就是這個訊號在輪態的時候的行為的話 你要一樣把 F 乘以 S 跟 S 趨勁零 一樣 上下點倒 左右相反 T 趨勁零 S 趨勁無限大 T 趨勁無限大 S 趨勁零 可以 可以 再把它記起來 上面這幾個特性也都要把它記起來 好 那這個是如果把訊號做一個條變 把它乘以某一個訊號 那 F 這邊呢 會 在 Lapraso 裡面會做平移 那第九個特性也要記起來 在 在這個 Lapraso 裡面如果相成的話 T 裡面會做 convolution 會做折擊 折起來再做積分 所以如果在這邊相成 對應的是兩句號做折擊 那如果在胎統葉相成的話 對應的是在這邊怎麼樣 對應的是在這邊怎麼樣 做折擊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好 那這個 上進的同學可以自己去試試看 欸 這個是兩句號相成 對不對 那 Suppose 它應該 在 Lapraso 上面會變成兩個訊號 做什麼 做折擊 可以去證明 可以去證明 一定用這個觀念來 證明一些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好 那 這個 我們上次有看過 怎麼樣用Lapraso 來解 文文方程 用Lapraso 來解文文方程 用Lapraso 來解文文方程 我們不需要兩步驟 不需要先解 我們繼續在Pub 再解Pub 我們一次把它解出來 這部分應該在工作也有學過 如果你發現沒有學過這個東西 你跑去退學 因為 這個 接下來 我們要用的直詞 會比這個部分還要深很多 好 那 這個部分我們上週也講過 就是把七字條件的部分 輸入的部分 因為輸入是兩倍的Stand 所以是S分之二 可以嗎 那 我們把Y的部分 Y老化的部分 把它 整理之後 放在等號的右邊 其他的部分放在等號的左邊 Y的部分放在等號的左邊 其他的部分放在等號的右邊 你就可以把Y解出來 那解出來Y 是一個S的函數 這F函數 會跟你的直詞條件 會跟你的Input有關係 所以 你解出來這個解 包含了他的Total solution Homogeneous sub particular part 都已經出現 那 那 之後 我們要解出 S多面的Y之後 如果你考試寫這個 又拿三分之一的分數 因為 本來是Total面的東西 對不對 本來是Total面的東西 那 工數學是 文化方程是在Total面解 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把它丟到鏡子後面去解 解完之後的解料怎麼樣 那就把它丟到鏡子前面來 那把它再Inverse回來 那Inverse 怎麼做 就把它做不分分式 把它分解成這個 分母的部分 是一個最簡的一次式 或是二次式 那分子的部分是什麼 搶住 可以嗎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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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分 如果大家都有背 前面那四個 這個 這個 基本的Laplace 的話 S分之一就是對應Stamp 對不對 在這裡 S加二分之一對應的是 E的負二T S加三分之一對應的是 E的負三T 可以嗎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如果 如果這邊有一個 這邊來個評判的話 怎麼辦 會嗎 這麼沒有背道 我們剛剛練的特性 並不是很完成 這個 這個 是一個回去酸甘工序 如果這邊平方的話 那Inverse Laplace 是什麼 這個禮拜我會出作業 平方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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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到 Laplace 的微分 用到 Laplace 的微分 Laplace 如果做微分 它等會會怎麼樣 乘以P 對不對 你記得嗎 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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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算公數 好 那 所以這個是它的 Total Response Total response 好 那 這邊 我們強調一下 這個是一個 線性的 常和恩方程 對不對 這是一個 線性的 常和恩方程 為什麼 這個 因為它的 係數都是常數 好 那 對於這個ODE 來講 這個U是什麼 它的輸入 對不對 Y是它是什麼 輸出 好 那 在正程課裡面呢 我們在探討系統 這系統可以是 控制系統可以是 一個受控場 可以是 感測器 那 那描述這些系統 在這門課裡面 我們都是用 微論方程 常和恩方程的描述系統 所以現階段 大家看到常和恩方程 你就發現 對 這是一個系統 輸入就是U的部分 那輸入就是Y的部分 那這個微微方程 是代表的是 某一個系統的行為 那未來的第四章 我會教你們 怎麼給你一個物理系統 或怎麼把它的微分方程 找出啊 那這部分的動作叫做 modeling 模型建構 或是建模 所以我們在第四章的時候 會教導各位 給你一個模型 給你一個 一個 一個 機械系統 一個電路的系統 或是一個油壓的系統 我們怎麼去把它的 這個 描述 它 系統動態的 活動方程 找出來 所以在這邊 各位要先建立一個觀點的是 是 活動方程 代表的是 系統 它代表是一個 線性的 而且非實變的 因為這個 它的這些 性速沒有隨著實現的改變 非實變的系統 英文叫做 Hit in your time in the world system 什麼問題 所以 文文方程 這邊 講的 系統 這樣就是文文方程 好 那 我們上最要講到的是 如果一個系統 這個 文文方程 或是一個系統 沒有起始條件 也就是一個電路 裡面如果電容或電感 電容一剛開始沒有電壓 電容一剛開始沒有電壓 電感一剛開始沒有電壓 沒有起始條件 沒有起始狀態 或是說一個質量的螃蟻組織系統 一剛開始你在 在 考慮它的行為的時候 螃蟻沒有變形 質量也沒有速度 沒有起始條件 輸入跟輸出的關係 在Lacroster面 原本是個微分方程 如果沒有起子條件 輸入跟輸出的關係 會變成很簡單 在鏡子後面 會變成一個強法 你喜歡做微分 你想解微分方程 當然喜歡做懲罰 當然是做懲罰 所以 在這裡這個例子 這個U跟Y的關係 是個微分方程 如果沒有起子條件的話 Y的Lacroster面 會等於U的Lacroster面 跟某一個Lacroster面 跟某一個S函數相成 那這個S函數呢 叫做Transfer Function 轉移函數 就是傳遞函數 那轉移方向怎麼求 那很好求嘛 沒有起子條件嘛 所以 Y倒就變S Y倒就變S平方的Y 那 Y倒就變S乘以Y 對不對 那 左邊 都做Lacrosse 右邊也做Lacrosse 那你把Y提出來 你就得到U跟Y的關係 就是個G G會等於S平方加5S加6分之一 有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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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詞音就很厲害 有解文方程 如果沒有起子條件 我直接用乘法 我就可以去求他的輸出響應 對不對 我把輸的Lacroster面 他的轉移函數 我就得到輸出 那如果要得到輸出的響應 我再把Y把它怎麼樣 音樂輸出回來就好了 那 這一個 確認對方程 你看 他分5S平方加5S加6 這邊 讓你想到什麼 那你想到什麼 這跟他 跟他的特徵方程式 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 基本上就是 你在解文方程的時候 有什麼 特徵方程式 你只好知道這種東西吧 你解文方程是要先解特徵方程式 然後把他做因私分解 你就找出他的特徵式 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嗎 所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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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the 分母會跟特徵方程式有關 ah 事實上就是特徵方程式 只是把特徵方程式 裡面變數換成什麼 です 了解 是讓你在這邊做 做 lipstick 過程中 你發現 S上裡就是在寫特徵方程式 你把y的部分都提出來 剩下去就是特徵方程式 好 我們一剛開始講到我們在這個系統 我們在控制系統沒有測試訊號 常常會用四類的訊號 STEP 就是開關 只有一個附近的電壓有電油源加上開關 還有什麼 Exponential 還有什麼 Sine Cosine 訊號去激發 我們也常常用某一種訊號去激發系統 這種訊號叫做impulse 你說用impulse去激發系統 幹什麼 比如說我要去了解這個人脾氣好不好 如果神器人來扯你的脾氣不好 如果我猜他一下 他會反應沒消炎 看一滴馬好不好調教 我把這個有點虐待動物 我去邊湊一下 然後你就知道這個馬好不好調教 所以在系統 信號系統或是控制系統裡面 我們會了解一個系統的行為 最好的訊號是什麼 最好的激發訊號是什麼 就是竄一下或是湊一下 就是時間很短 可是怎麼樣 這個強度很強的訊號 這種訊號 這種訊號在數學上面叫做impulse 那怎麼樣建立一個impulse的模型 基本上它是一個方波 OK 那這個方波它的寬度怎麼樣 很窄 可是那高度怎麼樣 很高 OK 我還是要讓它有一個值可以去描述它 我說這個 衝一下 這個力道來多寬 這個到底是跟什麼有關 所以我們現在來定義它的面積 雖然它寬度很窄 高度很高 可是我讓 它一個單位的impulse 它這個面積是異 所以 寬度 比如說寬度是delta的話 高度是多少 delta分之一 這叫做一個單位的impulse 了解 那 那真正它的一個數學模型 是要讓這個delta怎麼樣 很想很想很想 曲奇明明 所以這個理想上的impulse uni impulse 從不存在 在物理世界 不存在 它是一個數學的 一個抽象的觀念 它有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想像 用想像的方式去測試一個系統 去了解它的行為 叫做impulse response 那為什麼要想像 因為任何東西 如果真的你要impulse 那個系統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會掛掉 了解 想像是什麼意思 我有它的數學模型 我可以給它impulse 它不會掛掉 因為實際的系統絕對不會線性 所以我打你一公斤 你駕不下來 打你兩公斤的力量 你駕兩吹 我打你一萬公斤 你就死在那邊 你就不會駕 所以不是線性的 知道嗎 所以 所以 所以impulse 是一個數學上面的 一個 一個測試系統的方法 在實際上 我們只能用近似的觀念 去測試系統 好 那我們回來看 看這個impulse 的 數學模型是什麼 我們現在建構的這個ΔT 這還不是一個理想impulse 因為它的寬度還是有限的 對不對 寬度是Δ 如果我要描述這個訊號 我要怎麼描述 數學上 這個訊號 可以想要成兩個step相解 可以嗎 可以嗎 一個step比較早發生 一個step怎麼樣 比較早發生 在一起 這裡 離開 各位 你們 這些 我們 要 這樣